4.2弗宁纳第三日流水下跌水龙王纳维莱特被赶超纳维亚水下时机太丑了 各位大佬好呀 4.2版本上半弗宁纳白竹次日卡池流水数据有了 如图所示 相比昨日 数据有所下降 但依旧保持在180万的封顶线上 也是依旧纹压水龙王纳维莱特一头 各个地区排名的话 国服被和平精英反超 美服第九 日服第三 美服第四 在超某英数据中 尽管双11某英的数据很大 但依旧挡不住弗宁纳的卡池流水 目前也是超越了63个小时之多 看这个势头 超越纳维莱特完全不成问题 现在就看能否达到七神的平均线80加小时了 卡池抽取比例方面 截止到第三日 卡池内共产生了107032只弗宁纳 3832只白竹 比例大概就是27比1 差距依旧非常大 白大福还真是太难了 然后是外网某知名流水网站的估值统计图 如上图 水神 福宁纳 白竹刷新最高手日成绩 草神和宵宫排在第二位了 宵宫和白竹 我们俩实在是太强了 哈哈哈哈 虽然原神4.2版本的主线剧情非常有争议 但是该抽的还是抽 为福福献上64吧 我个人倒是觉得 4.2主线剧情挺好的啊 可能是我提前知道结局的原因吧 我们继续来看原神4.3版本的其他新内容吧 如上图 是纳维亚 夏沃蕾的武器界面 我很疑惑 纳维亚的专舞为什么是斧头呢 唯一搭配的可能就是颜色了 刺眉会怎么变成斧头帮了 哈哈哈哈 而且夏沃蕾手里小钻头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是纳维亚 夏沃蕾的入队动作时机演示 纳维亚还是那么帅啊 但我还是选择跳过 一方面是岩戏 一方面是我没有原石了 哎嘿 夏沃蕾真就愚人中火枪兵的动作了 这米卫兵看着真忠诚 有玩家调侃说 封丹保安队 扛起枪来就是兵 纳维亚的伞 专舞与四星大剑一揽 专舞果然好看 这大斧头是真不错啊 不知道属性是不是适合一斗 而且这纸板大剑还挺合我胃口的 最后则是纳维亚水下时机一揽 这头发飘在水里 好像四个连在一起的牛角面包 而且尼亚穿的有点厚 游泳我总是担心 她衣服湿了会不会很重 封丹戴帽子的角色下水真是难崩 帽子粘在头发上了是吧 大家觉得如何呢 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感谢观看